《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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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台灣位置於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板塊之間 板塊的移動造成它複雜多變的地形地貌 高山、幽靈、平原、盤地、島嶼、中谷 和海岸等景觀可謂非常豐富 1544年,葡萄牙人首次發現台灣的時候 不禁讚嘆一句福爾摩沙 意思就是婆沙之陽上的美麗小島 海,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見過 但是香港見到海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海港 但是我身後面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大海 因為它是太平洋 我們這次的旅程會沿著太平洋的海岸線 去完成台灣鐵路之旅 去發掘台灣的另一面 台灣鐵路簡稱台鐵 以環島形式貫通整個台灣 一般而言,鐵路分為四個系統 分別是由基隆、台北、南底高雄、平東的西部中半線 由台北、京宜蘭、花蓮 緣生至台東的花東線 由高雄、平東、川國南部抵達的台東海岸的南匯鐵路 以及六條火車支線 今天我就會由台北出發 乘搭台鐵其中一條支線 平溪線 一條兼具自然和人民美景的鐵路 去一島全台灣最大型的棉幕形瀑布 十分瀑布 十分瀑布位於台灣台北縣平溪向 基隆河上流,圍台鐵支線平溪線的著名景點 遠處基隆河的支流移行 途中就會見到河底有很多個的坑洞 這些就是基隆河藏最獨特的天然景觀 因為河藏岩層的硬度不均 被帶細沙石的河水沖擦 加以產生坑洞 然後在坑洞中形成的小船窩 再繼續沖織 於是形成虎形的小洞穴 我們會走多一段路才會看到 全台灣最大的瀑布 但在這裡有一個 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瀑布 因為它只有六公尺乘六公尺 它的名字叫做眼鏡洞瀑布 不過真的要加上想像力 才會覺得它像一副眼鏡 不知道你們看下去覺得怎樣 眼鏡洞瀑布 位於距離十分瀑布不遠的鐵道之下 屬於沁蝕型瀑布 瀑布壁中間的岩側較硬 河水由兩側沖洩而下 兩洞分立左右 因撞似眼鏡而得明 休息一會之後 我們繼續向十分瀑布埋進 今天也叫做有些陽光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欣賞到 水氣離蠻的十分瀑布呢 走過了沒多久 一個好像水蓮一樣的瀑布 就在我眼前出現 水瀑由上而下 陽光穿過水花 在譚面之上 果然來曼著一層薄薄的水氣 在我身後面這個就是全台灣最大的十分瀑布 我剛才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時候 也有點熱的 但在這個位置大家都感受得到 應該 它的瀑布水呢 隨著風向一直飄在我臉上 現在好像有一個保濕的噴霧噴在我臉上 很清涼 還有它這個位置將水全部包圍了 所以感覺看下去是很舒服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瀑布的頂部的水很平均地流下來 接著經過每一塊石頭 你在這個位置看 就會覺得好像每一塊石頭都噴出一些水 看起來很立體 如果有機會可以上其中一個石頭 坐在那裡 那就真的好了 大家知道沒什麼機會了 十分瀑布 高15公尺 均40公尺 落差20公尺 壯麗的水瀑 磅薄的氣勢 為台灣最大的聯網形瀑布 由於岩層的傾向和水流相反 屬於熱斜層瀑布 這個情況和北美的尼加拉瓜瀑布相似 所以又有台灣尼加拉瓜瀑布的尾遇 站在瀑布之下 潭水之上 心靈彷彿被洗滴一樣 有一種換言一身的感覺 現代都市人就越來越喜歡接觸大自然 我想為的可能就是這一種的感覺 離開十分瀑布了 我就會坐火車沿著太平洋的海岸線 坐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達台灣東部的第一個縣城 宜蘭縣 宜蘭縣位於台灣東北部與花蓮縣相輪 由於位處於蘭洋平原之上 會有清蘭洋地方 整個平原面積約有320平方公里 屬小型平原 宜蘭東南太平洋 沿岸有著黏綿不絕的沙丘 猶如蛇莊 加上龜山島處於外圍 會有龜蛇守海口 守護著蘭洋平原 令到密產豐饒的民間說法 有一位台灣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搭台鐵入宜蘭的這一段 千萬不要睡覺和看書 否則風箭就會從窗外溜走 原來這句話真是沒有誇張到的 沿著宜蘭線南下 我就會到達投城的烏石港 而今天我們第一個目的地 就是去烏石港對外的島嶼龜山島 我要帶大家去看的就是龜山島 龜山島這個地方 其實對很多台灣人來說 都是比較陌生的 因為以前是一個軍事重地 從2000年開始之後 才對外開放 雖然它開放了 但也要申請 每天限制參加的人數 但它最有名的並不是在島上 而在這個位置 望向東邊 有名堂的 叫做龜山潮逸 雖然今天天氣不太好 但蒙蒙濃濃濃 也看到一隻龜的形狀 附在這裡休息喝水 挺有趣的 下一節 我們會從香港出發 到達一個曾經連台灣人 都不能踏足的活火山島 龜山島 身後面這個就是龜山島其中一景 叫做神龜擺尾 我開始上來的時候 以為這個名字 因為地形而幫它起 叫做神龜擺尾 但原來這條尾真的會動過 龜山島又名龜山魚 位於宜蘭縣 球城鎮外海大約10公里 龜山島是目前台灣 唯一確定的活火山 因為外形似乎龜而得名 島長3.3公里 搬1.7公里 面積為2.8平方公里 相等於整個長洲那麼大 孤峰獨聳接魂間 抵觸中樓喜等閒 日月每重眉上過 乾坤只在海中山 這座海中活火山的歷史 就可以追溯到清朝的咸豐年間 當時已經有閩南人 在島上居住了 但到了1977年 龜山島就被列入為軍事的管制區 全島的居民都必須千里 直至去到2000年才開放下壓登島 現在我們在烏石港 本來想到外面的龜山島去參觀百景 我們六點半已經來到 現在八點都還在等 因為船家說外面很大風很大浪 會很有危險 我說現在這裡都寬平浪靜 都沒事的 可不可以試一下出去 現在導遊在問他 可不可以試一試 其實不單止我們在等 還有很多人現在在等 原來我的運氣都不算差 在碼頭等了兩個小時左右 就收到可以出海的消息了 大家就帶著興奮的心情 向龜山島進發 哇,好大浪 剛才我們在烏石港那裡 等了兩個多小時 多怕不可以出發 因為之前說過 去龜山島是要領申請 和每天都限定一些人數 可能剛才不是單止我們在等 有其他來自不同地方的旅客 都在等著 旗下的天空做美讓我們出發 因為在二南這個地方 我們最想去就是龜山島這裡 還有就是 剛才你們看到的感覺 在避風塘那裡 其實海落不是很大 但是因為那個避風塘 我們看不到外面 現在出到來 這裡是太平洋了 變了大家看到 那些浪是非常之大 還有環風也是很大 但是一樣的好處就是 今天天氣比昨天 已經好很多了 沒什麼霧 小心… 現在全部封住人員 都是抬著扶手 一鬆手 隨時就站不穩了 那現在其實呢 在烏石港那裡 去龜山島 喂,小心 大約是… 無敵無敵 六海里而已 那由起… 由開始到到 參觀完 回來回程 大概是三個小時 那現在呢 嘩… 那現在呢 我們呢 還有十五分鐘就到了 那因為呢 平時呢 他就說 三月的時候呢 因為呢 是比較大風浪了 因為那些風在東北那邊吹過來 四月左右的時候呢 就會平靜很多了 就沒有了東北風了 那所以現在呢 我們呢 都穿著這些夠新衣 因為大家感覺到 這架船不小的 但是都這麼大浪呢 真是怕有危險 但是我穿上來 都應該挺有型的 好嗎